我这些衣服啊 可能再晒上一个小时 就完全干了 我们住在这个山区啊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 所以呢 非常的凉快 这家人的客厅啊 搞得是非常干净 Hello Hi 这是 我们住在一个老人家里的 他自己家 房子大搞了几个房间 出去吃个饭 就这一栋啊 就算是豪宅了 在这儿 我们先去转盘那边 看能不能弄上一点吃的 这是一些杂货店 餐厅还在前边 我们就吃上一个老窝 传统早餐啊 noodle soup 这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死去的 茄子 你看这个 确实啊 那个你看西红 这是他们的西红柿 他们这里的土地比较平积 这个也看不出来啊 这个 再切点肉 这是牛肉 就是把这个粉烫一下 西红柿 牛肉 这肉给的还蛮多了吧 香菜 这是油炸的那个 大蒜 还有些东西 最后再浇点汤 这就是老窝 传统早餐 现在是9点钟啊 现在是9点钟啊 这是大白菜 这是薄荷叶吧 这也算了 再取上点这个 豆角 好 老回来了 来了 用它这个叉子吧 滑开 吃个早饭回去估计衣服也干了 手势手势 刷个牙 就在出发 嗯 他们这种水 就比较清淡的早餐了 衣服也差不多干了 就得了 就这个房间 40块钱人民币 全副武装 武得严严实实的 应该不会落下什么东西的 退房 检查一下啊 手机 钱包 护照 油还有半箱 走到前边的家 小半箱 我们昨天是走13号公路 今天走7号公路 从这边走 一直往前啊 130多公里 就到丰沙湾了 我们此行的一个目的地 看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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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边的路就比昨天13号公路也好多了 这边没有那么多的大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一段倒是舒服了 也快到丰沙湾了 想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这就是风沙湾了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个饭 然后再找地方住 这折腾了两天了 总算是看到像样的城市了 哎呀 风沙湾 风沙湾 其实我来过 我那时候从河内就是从风沙湾过来的 就这儿了 哎呦 就这儿了 哎呦 好累啊 真是累啊这个 哇 颠得真 屁股疼啊 这骑摩托车真的是还得戴手套 哇 人家的手晒得 真的不知道人还以为去挖霉了呢 呵呵呵 就一个厨师 他带着孩子给大家做饭 我点的其实是猪肚盖饭 他这个来了一个 这是猪肉 先吃 先吃 哇 螺螺叶 这是牛肉汤 没问题 这是香菜吧 有点少 芹菜 吃了饭 我们就准备先去找个地方休息 9万吗 4936 OK thank you 哎呀 有点累呀 我们刚才看这个 餐厅对面就是一家 中国人开的 华夏商务酒店 就问了一下 这边也便宜啊 跟多年价格一样啊 就是10万块钱一间房子 挺打的 你问一下 它下边是个餐厅 上边呢 就是个宾馆 这是首都万象 我们从万荣处的法啊 沿着13号走到这个叫 普坤的这么一个地儿 昨天晚上不是在那儿住吗 然后就一直沿着7号公路这样过来 现在到了丰沙湾这边 这可以啊 这个房间 还有独立卫生间呢 也是10万块钱 哎呀 洗了个澡舒服多了 用了两天时间啊 到了这个丰沙湾这边 我前面来过这儿 真的我就是从河内坐车 然后反正丰沙湾这附近的口喊入境的嘛 然后到了丰沙湾 还好像吃了个吃了个午饭嘛 我们那个车 但是当时不知道这是哪儿 知道吗 就是这坐上车就离开了 也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回来 本来想的哎呀 下午去那个 就是看那个石缸 那个遗址 最后想算了 休息休息休息 因为我们那个摩托车 真的是太 太老火了 就是那个小车啊 真的是只 只适合在城里头骑 你这但凡要是出来 哇 那个路真的是 骑上200多公里 真的骑得我是 腰疼 屁股疼 浑身疼 因为它那个 就特别不舒服骑上 尤其是这个路 特别颠簸的情况下 哎呀 没办法 坚持坚持 好 这视频到这儿结束 我的话准备休息休息 下午就是 下午五点以后把它出门 在这个风沙湾转一转 这也算是这一带啊 算是最大的城市了 就这样子了 拜拜